我们刚才谈到了表达我运动快慢的表示法 一个叫速度一个叫速率 我们的速度跟速率不一定一样 因为我们的位移跟路程不一定会一样 不一定会一样 你走的距离不一样算是不一样 所以速度不一定会等于速率 可是有个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讲过了 不折板的直线运动 我们国中所碰到的题目 也几乎都是不折板的直线运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 是一样的 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 我说我等一下问的 跟我刚才讲说 这就是我等一下问问题的答案 我要问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 为什么 Number 24号 24号 起立 你公上 因为位移怎样 因为位移就是看路程相同 因为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因为在不折板的直线运动中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所以你拿位移去处理时间 跟拿路程处理时间 答案是会一样的 所以算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 速度还是速率 OK 虽然我们在未来考试的计算中 我们情况下 好像不需要太近分别 什么叫速度 什么叫速率 因为位移的大小都一样 但是在一开始教的时候 一开始考的时候 我们会故意 特意的去考你 什么是速度 什么是速率 比如说我现在不要 答案很简单 我不要直接报给你自己想 有人在我们朝场200公尺跑一圈 跑回来 假设花40秒好了 40秒跑一圈跑来 一个问题速度多快 一个问题速率多快 速率多快 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要分清楚 位移跟路程 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我们会故意 特意的考你 分清楚 什么叫速度 什么叫速率 好 速度是向量 所以它要有大小要方向 所以所谓的速度相同 必须包含两个相同 就是大小要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等一下就要交等速度 等速度的意思就是速度要一样 速度要一样 有两个要一样 哪两个要一样 大小要一样 方向也要一样 所以等速度的方向都一样 一直带来一个结果 它一定是哪一种运动 它主的方向都一样 所以它一定是哪一种运动 等一下会说 你可以很简单思考到 所以等速度就是要 大小要一样 方向也要一样 来 这是客人问的一个简单笨问题 车子时速90公里 台中往高雄 一个呢 时速90公里 台中往基隆 请问你这两个车子的速度有没有一样 一样 为什么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台中往高雄 一个是台中往基隆 请问你这两个 然后都是时速90公里 这两个速度有没有一样 然后为什么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可爱小女生 2号 你的答案叫做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位移不同 不能说不对 可是给重点 讲解 方向不同 请坐 因为 方向不一样 虽然是时速都是每小时90公里 一个往北走 一个往南走 方向不一样 就是表示速度就不一样 速度要一样 必须要大小一样 方向也要一样 所以他们就不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他们就不 速度就不相同 速度就不相同 很简单吗 OK 就请你弄清楚 速度跟速率的意思 然后呢 会做清楚的辨别 然后知道谁要处理谁 就可以了 OK吗 OK OK